能不能請我們那個內政部部長 內政部葉部長 還有那個我們的移民署署長好了 移民署副署長 蔡英文好 部長好 我想這個首先我想請部長 請問部長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部長你這個難民法的內容 你們看過了嗎 那因為這個難民法的內容是在 你還沒就任部長前就已經送到 這個立法院來了 就你自己審視過 這個難民法整個的草案之後 你覺得就行政院的版本來看 你們覺得有沒有哪個地方 是需要修改的 我基本上認為 雖然是我就任之前 那行政院提到大院來 那但是我整個仔細看了之後 我覺得大體可以 那但是我也看到許多委員的提案 非常具有宏觀的一些想法 我們希望用比較開放的態度 在具體審查的時候再來討論 OK好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這個法條看完之後 大概有兩個部分 那這個我不曉得其他委員有沒有問過 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裡面有寫到 因為在你們第三條的部分 也提到所謂的大規模自然災害等等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我昨天有聽到我們有一些 相關的官員在告訴我說他們認為這個部分應該不能列為難民 是列為災民 我不曉得這樣的主張你們的看法是要把它合併在一起還是要把這個剔除掉 的確這個原來的難民地位公約 他所處理的都是所謂的政治難民 所以天然災害都沒有算在裡面嗎 那本來不包括在裡面 不過因為氣候變遷的關係 確實產生了很多氣候難民 那氣候難民會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呈現 那對這個議題一些比較具有回應新時代議題 以及具有更高人權理念的國家也都在回應 那我當然看到我們的委員有這麼心靜的看法 我第一個感覺就是相當佩服 相當佩服 我們再來評估一下 那這樣子我們如果這麼好的一個態度去處理這個議題 那到底我們整個社會接納度經濟條件各方面怎麼樣 我們再來評估一下 但是我會認為相當感佩的 因為部長為什麼要剛才問 因為這個事實上未來會牽涉到一個我們執行的問題 因為政治難民的數額 我相信跟所謂因為天然災害所造成的災民的數額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你剛才講的幾個評估的指標是有確實重要的 可是不要忘了我們現在正在審查難民法了 所以我們行政院我們內政部的態度也要馬上的表示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再來第二個 我再看到我們的第三條一樣最後 有寫說 關於這些相關的事情的認定 我們要向 得先向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請求協助認定 或透過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轉介等等 我看完之後當然覺得這是跟國際公約接軌 但是就實務上來講 未來有這種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有辦法來跟這些單位來接洽聯繫 做後續的請他們協助認定嗎 一定要這樣去做 一定要這樣 他到時候會不會不理我們 會不會就變成說 假設我們有個案子發生了 我們把文送給他們請他們來協助認定 結果他不回覆 那不回覆之後我們就進行不下去了 會不會有這種情形發生 委員這就是處理難民議題 我們所佔的一個比較高的高點 因為這是一個人權普遍的事務 所以它的全球化的程度特別高 所以我們在推動的時候 得到所謂全球網絡資源的可能性 也更高一點 OK好那接下來我再請教一個問題 對於難民的議題 如果今天他被其他國家已經認定是難民 或者給他一個居留證或幹嘛 那我們對這一些難民的態度會是怎麼樣 我們也是尊重其他國家給予他難民的身份 會不會給予他歧視性的待遇等等的 你認為應不應該 其他國家已經認定 假設美國給某一個人 或者是日本或者是印度 給了某個人一個難民的身份 那這個他已經有取了難民的身份 那他可能有國際旅行等等等等 會來台灣訪問的過程當中 我們應不應該給他歧視性的待遇 我想我們對任何人都不應該給歧視性的待遇 對任何人都不應該 我是很支持部長的講法 我這裡有三個人 我想這個之前大家都討論得很厲害 達賴喇嘛在2012年的時候 11月3號來台灣被拒絕 勒比亞在2009年跟2016年來台灣都被拒絕 洛杉磯蓋在2016年的2月被拒絕 那當然拒絕的時候 我不曉得我們拒絕是移民署拒絕他們來的嗎 是不是 是不是移民署拒絕的 他沒有提出申請 他沒有提出申請嗎 那勒比亞有沒有提出申請 沒有 勒比亞也都全然沒提出申請 2016年沒有 那達賴2012年也沒有提出申請 那個 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幾個案子齁 都是我們媒體先 講出來說他要來 但是我們一直等申請案都等不到 好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確認喔 所以就移民署的態度來講 其實我們對於 我為什麼特別講這三個人齁 因為他們的身份齁 勒比亞齁 美國給他綠卡的國際難民身份齁 那達賴大是西藏的流亡政府 我想他也是難民這個大概沒有什麼問題齁 然後洛杉磯蓋西藏流亡政府的總理 這幾位 其他許多的國家都給他一個難民的身份 那當時他們其實都有 曾經有一些活動 要來台灣訪問嘛 那為什麼我要特別詢問部長這個問題 就是說 當我們在推動難民法的修正的時候 事實上我覺得我們也要尊重其他國家對於難民的承認 因為有常常會有一個狀況喔 A國家給這個人是難民 在B國家可能把他通緝 這是常常發生的事情 那到底我們是主張採納A國家的論點 還是B國家的論點呢 那其實就是人權的展現了啦 這就是人權的展現了齁 所以我們今天在推動 這個難民法的修正的過程當中 提出這個難民法 我覺得其實就代表台灣要邁向一個更進步 更重視人權的國家 我也很高興跟他聽到部長講的 那我很期待說 假設 在可預見的未來裡面 這幾位 有其他國家 有難民身份資格認定的人 因為某一些活動的議題 願意到台灣來的時候 請我們的政府不要告訴我們說 因為被某些國家給通緝 他是通緝犯 什麼 什麼國際刑警組做什麼 紅色警報什麼的 有的沒的 然後就說不准他來 好不好 我覺得這就是我們一個 進步國家的一個展現啦 那這是我主要的一個想法 那我覺得說 這也是我們今天 要去審查 這個難民法重要的意義 因為假設我們給某個人難民之後 這個難民要去其他國家 訪問的時候 那些人會說 喔這個是通緝犯 那其實一樣的問題就發生了 一樣的問題就發生了 那以上是我簡單的質詢 好 謝謝 謝謝 來 下一位執行委員 黃昭順 黃委員 來 主席我想先請 外交部次長 外交部次長 那個次長 我剛才在聽 莊瑞雄委員的執行的時候 其實我心裡滿痛的 我知道他可能他的狀況 就是說 當時我們在漁船發生事情的時候 我們一起到那個去抗爭 而且不分藍綠的去喔 那我想莊瑞雄委員應該還記得 那一天的狀況 我再把一個問題再請教你 請問你 釣魚台是中華民國台灣的領土嗎 釣魚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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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